他们蜂拥而来 他们焦急地撞击着大门 就在最后罐头大门打开了 他们成功进入了房间 进入屋子后 发现里面还有一名陌生的军人 他谎称是叔叔之前的同事 今天在这里避难 晚饭期间 叔叔是一老白用水果刀干掉军人 结果却被军人识破 拿出手枪警告大家 不要轻举妄动 原来军人一直在劫持叔叔 就在快要打起来的时候 一条像蛇一样的恶魔进来 咬伤了叔叔的妻子 老白也趁烂控制住了军人 虽然叔叔妻子的伤口不大 但是急需医治 而且外面的恶魔越来越多 房子也快撑不住了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此时军人提议 他在不远处的山谷里面 藏了一辆车 可以带大家去军事基地 与其等死 不如事事的大家 决定准备好装备就出发 就在一行人找到了山谷的汽车 准备赶往基地时 叔叔的妻子知道自己快要变异了 于是挣脱了叔叔 走向了恶魔 又为他们争取了时间 众人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赶到了军事基地 但是这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恶魔出没 为了成功度过最后的两个小时 他们准备去一间安全屋 结果路上被袭击的军人 因为害怕独自一人进入了安全屋 自私地将其他人锁在了门外 无奈老白只能带妻儿 寻找别的藏身地 众人搜寻这基地 聪明的老白发现怪物怕炎 而基地里面有大量的盐水 于是他迅速地跑去控制室 准备喷洒大量盐水 将恶魔杀死 在这期间 剩下的人遭到了怪物的袭击 叔叔为了保护他们 被恶魔杀死了 而儿子小白通过喇叭里面 父亲的提示 最后搬下了盐水总闸 杀死了恶魔 另一边 军人一个人被咬后 开始变异 准备干掉老白的家人 索性最后被赶回来的老白打晕 随后就在军人准备站起来的时候 被身后一只大蜗公活活生吞了 与此同时 老白用自制的盐水炸弹解决了蜗公 日时结束了 恶魔们也纷纷赶回了巢穴 当谨慎的老白 妻子 儿子小白 和女友重新出来时 世界一切又回归了平静 虽然现在恶魔回去了 但谁又知道他们下一波 将什么时候来临呢 如果当初他们选择 将那个地狱之门彻底堵住 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下期不见不散